早安, 潘如市桥 今天在找一间店铛店, 他之前找过他 他不开门, 因为他不开门 今天有准备了餐厅 老板说我们刚好装修没有空调 你介意吗? 我们说不介意,是他不想开 他说我介意 今天过去的厨房,先搞好空调 吃的东西,有烧鸡吃 煮汤鸡,不是冰鲜鸡 我说是烧鸡,烧排骨 而是农庄 不是的,是排排档 有空调味吗? 你猜? 这样的空调味 丹光风味,烧鸡烧鸡,深海冰鲜 生猛海鲜,内切包装 这张? 你已经装了空调 但你不开 上次我打电话 你也装了空调 老闆也很恐怖 为什么要说 烧鸡烧鸡,炒鸡 什么事? 黄罗腸炒大腸 很难选择 很难选择 鸡吃吗? 没有烧鸡吃 烧鸡下午 下午才有 烧鸡什么时候? 烧鸡下午 所有烧的东西都是下午的 对 没有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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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用烧鸡 你也觉得我们怎么下手 你也觉得我们怎么下手 招牌都没有補 随便写的 深海冰鲜 有些金海 可能是金海 有些货源 还没有开 15号才开 我记得 在泡鸡那边 在泡鸡那边 15号才开 我记得 你们这里是没有这些货 没有做的 是 红柿 清脆 拌粉 拌粉 跟我写过 烧鸡 炒鸡 好吃吗? 新鲜鸡 好吃很多 下午 入口 不做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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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开鱼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整个屁股 这个只有爐 是没有的 鸡鸡 老虎也要下午才烧吗? 不如就这样烧鸡给我们 我有戴火机 一天 整个的工具 一整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一整个小时 很生气 很大件 因为我最大件 很大件 你的心理落差也不太大 很厉害 明明这个应该是鸡 一会儿 可以 另一样的东西 不说韭菜油 要做得够香 就这样闻下去 似乎是一样的 但是吃下去 法国家好多了 我猜底的味道 越西拌粉 我自己觉得 那个精髓或者灵魂 是韭菜油的味道 我吃起来 似乎有很香的韭菜油的味道 吃得挺好 但不是越西的风味 我说 鸡我要吃有模糊的 全给你了 白切鸡是要骨熟 怎么说 白切鸡是要肉熟 骨不熟 这是真的 白切鸡见血是很正常的 骨位 见血是很正常的 这一季是正常的 但是 这样来见血我真是第一次 这样来见血我真是第一次 鸡油非常厚 这个 你记得吗 极其肥厚的鸡油 有一层在这里 它有什么表现呢 它应该是一只老一点的鸡 于是肉汁会很紧 鸡味会很脆 很脆 我甚至乎吃到一些腥腥的味道 鸡肉吃到腥味的话 可能会是第一次 那只鸡你也不是说不新鲜 那只鸡可能太新鲜了 很细口 鸡肉吃到血腥味 有没有吃过它有烧鸡吗 烧鸡 我试过 都比较脆 脆 脆脆 脆脆 今天切鸡不可以 不可以 第二轮的了 刚才是整个鸡 我没有用过 所以你吃烧鸡是可以的 烧鸡是可以的 烧鸡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不可以裹出了 好吃 鸡就很大 你会再烧鸡 我只是想不想吃 真的不太敢吃 我不说 我可以放一口 最重要是真的要吃了 有些血腥味 是 那种味道 鸡好像真的不可以 会不会 还在浸个血水 可以帮我们加热一下 硬烧鸡就不必浪败了 这只鸡是不满意的 我没见过满血水的鸡 说真的,但更加令我愤怒 我刚刚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厕所做的鸡 他那只鸡是没有事的,为什么只有我那只鸡有血 是真的,他那只鸡是没有问题的,很干净 然后,那个粉的味道上是不错的 那个粉是没有去到拌粉的味道 虾油和鹅腸的中规中矩 正常的操作 其实,我是挺不满意的 很多东西是不好吃的 但是,刚才有个粉丝说,不是啊 他晚上很美味的,烧鸡等各种东西是好吃的 我来几次,我只能够说 大家下次过来,晚上过来吃烧鸡 不要吃白切鸡 拌粉都不太好吃 最后请记得,姚大秋带吃完全世界的人